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人员在公车亭上忙着清理磁砖碎片 但好端端的磁砖怎么会突然掉下来 事发在忠一路城隍庙庙 16号晚间有民众听到突然巨响 就看到大楼侧墙磁砖掉落 甚至还有超大的砖墙 就连一旁公车亭也遭殃 听到声音 有听到声音 大概几点的时候 大概八九点的时候 八九点的时候 原来基隆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 温差大导致磁砖热胀冷缩 外场磁砖爆裂 甚至连传物公司也遭到波及 有那堆这么大堆 对啊 家宅有冷气 可能有那堆过来 这堆落过来 这堆落过来 16日晚间21时 本所接获通报 中医路段有大楼磁砖掉落 到场后检视未有人车伤亡 拉起封锁线管制外车车道 由环保局紧急清除后 折令屋主将预掉落磁砖清除 现场20-20 恢复通车 经查应该是因为最近天气骤变了 温差比较大 造成外城跟结构里热胀冷缩的损坏 那目前因为它有涉及到 违反建筑法第七条 没有善进建筑物安全跟结构的管理 所以后续我们会依照 统法的91条进行裁除 那另外市府有鉴于 近期的那个 这些外墙破坏件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统一发文给 辖区内所有的管理委员会 请他们先自主加强检查 他们外墙的状况 那有必要的话 请他们加强的维护 意外发生之后 政府相当的重视 由于建筑物所有权人 已经违反建筑法 后续会依法开罚 并限期改善 不过这几天天气气温变化大 提醒老旧建屋的屋主 要留意外墙情况 避免再发生类似于意外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开心的上台灵感谢状 他们都是在各校服务多年的 导户志工 有充满热忱的高龄长辈 还有里长多年来持续坚守 导户志工的岗位 服务精神令人敬佩 我健康很多 也很欢迎 很快乐 每天都看着发生 发生很好 都导户妈妈找 每天的 我感觉很快乐 我就是看到导户妈妈 爸爸 都很辛苦 风那么大 风那么大 也在过 我就自己说我只愿我身体健康健康 我一定会来做志工 我已经做到一千年了 很快乐 很逆福 很美满 但是我还没做阿嬷 日于日南要好呢 那长乐国小在我们里内 那我当里长做了十年的交通导户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拿着一个红色旗跟绿色旗 来做交通指挥 为什么是红色旗跟绿色旗呢 因为我是铁路的交通号字 我就用那个最简便的方式来指挥 那现在我们小爱爸爸 谢市长 他把整个的交通的动线 做的用绿色的那个人行道 所以整个的交通状况就好很多 那我们就退到第二线 照顾我们小朋友安全的过这个马路 让他安全的到学校的这个阶梯上面 另外暖西国小也荣获导户志工 交通服务队基优奖 看到每位导户志工用心投入的精神 担任颁奖人的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内心是满满的感动 大家都知道市长非常重视行人安全 所以我们推动这个行人友善的政策 那其实在学童上学的路程里面 行人友善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这么多的志工导户们 来更细心的来 他们会比我们的老师们更早到这个路口 他们以妈妈的心情来维护我们 我们非常的感恩 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气候 他们都毫无懈怠 付出他们的爱心 跟他们的细心来协助我们 那让人非常的感动 基隆共有三百多位国中小导户志工 教育处说 感谢大家无私的奉献与付出 共同打造行人友善有爱的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215位师生 在各项艺文竞赛中大放异彩 57位选手在试赛脱颖而出 为基隆市共夺得六项特优 超厉害 在准备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一些觉得挫折的地方 因为毕竟口说跟写作上面 都还是有一些不同 透过自己在课堂当中的学习 然后去应用自己在刷题当中的 文言文的家具 然后把它放到我的作文的内容里面 应用巧思 勤加背诵 替基隆市报回特优 子萱同学好厉害 另外美术比赛成绩也不遑多让 230件作品角逐全国赛 就有38件获奖 我这一次得奖的作品是水墨类 花了大约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张图的作品名称是生存价值 我希望大家能够不要一直破坏环境 音乐 舞蹈及戏剧式赛成绩也超吸睛 各领域得奖者将参加明年3到4月 在基隆举办的全国赛 我很高兴能在基隆市音乐比赛 获得大提琴和钢琴的冠军 然后也很谢谢老师的指导 希望我会更加努力 希望能在全国赛时拿到更好的成绩 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颁 颁奖给获奖的师生 给予在艺文领域表现亮眼的学子们 最高的肯定与鼓励 金融市政府在县市长的一个倡导之下 我们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些语文跟音乐 舞蹈各项的一个才艺的一个培养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不只科业很棒 我们希望他各方面的兴趣都能够得到发展 借由参赛来验证我们平常练习辛苦耕耘的成果 这要非常感谢很多的家长以及老师的指导 我们在这边特别感谢这一些付出的朋友们 也恭喜所有得奖的同学们 谢谢大家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3 2 1 剪彩 拿起剪刀一同剪彩 金融市长谢国良 林内珍部长李又昌共同主持剪彩 向外界宣布金融塔真实开幕 谢谢过去林前市长把这个金融塔盖好 那我们来把它完工 然后把它做顺利的招商出去 我觉得远近的人文空间 加空出未来会是基隆的另外一个新的亮点 主要基隆未来亮点很多 我们每个月都会推陈出新 有很多新的安排跟推出很多新的地点 为什么要用远见来作为我们的品牌 因为我到那上面一看 那上面的空间 其实等一下各位就会看到没有想象那么大 但我们如何能够变成真正变成亮点 就是要让世界海内外有名的人来到基隆 那这个其实也有中央的一个经费 因为这个费用 整个三二层串人计划大概花了七亿多的一个经费 中央补助了非常多 所以当初蔡英文总统来基隆的时候 特别跟她报告这个案子 也希望中央能够全力支持 那在去年我卸任之前 很开心的带大家一起来开箱 那大家看到这个树梯都觉得非常的惊艳 那经过一年的时间 现在终于能够正式的来启用 我想这个大家期待已久 前后任市长共同期许基隆塔成为观光新地标 基隆塔举行的开幕 一早就吸引民众前来目睹风采 虽然天空不作美 带民众一坡接着一坡搭乘电梯 来到顶楼俯瞰中港 观景很漂亮 漂亮 要不要再来一次 好天气再来 对对好天气再来 观景很漂亮啊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 还有这个基隆塔很赞 因为是我父母上礼拜有来过 说还不错 对然后我就想说 趁现在应该人比较少一点就先过来 所以人会比较少一点就先过来 所以人会比较少 新景点带来人潮就会带来流量 带来流量 带来流量我们布鲁克一定会抢天来报导 其实我已经看到很多布鲁克已经在 事前事运运的时候 已经特别来体验 特别来再做一个记录 就是可以带动其他就是旁边的一些店家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基隆这个地方来玩 基隆塔我觉得起来之后对我们整个一二路啊 跟他这附近的商学都很有帮助是因为像前半年生意都比较缠 那这个塔一上来最近的客流量啊 人潮都变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隆塔对附近的这些观光啊都很有帮助 基隆塔四楼空间文化局打造人文空间 希望成为最重要的阅读人文中心 日后将邀请不同领域的知名作家举办阅读讲座 并进一步的和在地的书店和图书馆串联 也是未来这些世界海内外的名人 在做新书发表的时候 希望他们也能选择基隆塔 在这个有高度的地方 让基隆也可以看到这些名人 但是主要是让这些世界上海内外的名人 可以看到基隆有一个这么美的地方 而且在一个很有视野的地方去做新书发表 所以我觉得远见这个品牌跟所谓基隆塔 这个概念能够这样的结合 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我想它也是一个台湾的新地标 就有点像伦敦演的概念 我想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地标 它就不足以代表一个这个城市建设 我想这个新建设带来的 不只是可以串联山海城的一个空间跟感觉以外 还可以带动我们周边的商权 那未来就是我们有很多书 我们希望都能够在这里发表 然后让基隆人跟全台湾一样都同步 尤其这里是基隆的头 我们要让基隆最早接收到人文的熏陶 这里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为基隆人做的事情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区呢 都是以科学还有AI这一块新书 因为我们天下文化最 等于是在台湾在财经书在科学书 以及在立志还有社会文书 人文社会科学算是领先的品牌 所以我们这里的布展很多都是我们这两三年最新的新书 就来到文化局与远见杂志携手合作打造的基隆塔远见人文空间 这座空中人文书店区位独特居高临下 让人沉浸在山海城当中 带给民众很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感觉还不错啦 基隆难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景点 以前都没有在这边玩过 然后现在你在拍照这种空间你觉得不合适 可以啊 你看外面很漂亮啊 副市长邱佩玲马上成为书店的消费者 用行动来支持 希望这边生意更好啊 看起来很可爱啊 都是动物的啊 很可爱 很疗愈看起来 很舒服 而且副市长是不是帮我们讲一下说来这边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呼吁大家以后多来 好 其实在上海的 在台北的我常去 那我觉得台北就是一个很好大家聊天的空间 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远见移到基隆 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那刚才高教授也说了 远见其实是应该动词 让我们大家更有远见 我觉得在这么好的地点 有这么好的一个读书跟买书的环境 是基隆人所需要的 开幕现场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跟许多议员和贵宾 共同来开箱这个人文空间 大家对于这里的景观跟设计巧思 觉得很惊艳 这里除了陈列一些具有国际视野 及在地人文选书 让民众阅读之外 也会邀请不同领域知名作家举办阅读讲座 这个非常谢谢 这个谢市长的邀请 是我们在台北的人文空间 有机会到基隆来 那么市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爱阅读的人 这么多年在美国念书工作等等 永远没有忘记 读书在他那个年代都重要 任何年代都重要 我自己一辈子是读书 教书写书 而且也出版书 那么任何人说今天我在基隆 会不会好像偏僻一点 不是在台北市 No not at all 你现在在基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比大多是欠缺的 因为书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尤其现在这么样的方便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好的空间之后 可以邀请到那些作者 亲自到这儿来跟大家见面 然后大家透过大家彼此见面 讨论聚会 把基隆变得更有人文的食材 而且这个环境是那么的好 居高临下又看到海又看到建筑 我说基隆人非常非常幸福 我们谢谢高教授创办人 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文空间的合作 能够大家共同的来邀请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邀请更多这些远见 国内外都是最著名的作者 可以到基隆来做签书会 做新书发表会 让他们也认识基隆 但是让透过他们 也让世界可以多跟基隆有个联结 好谢谢 对于这边的空间设计 您看了之后感觉 我觉得很明亮 那跟空书又有不同的对比 那这边的确就是一个 很好的阅读空间 非常棒 另外市长谢国良也参观 位在基隆塔最上层的空书屋 这里融合了文化餐饮 结合书香 茶香与美食 也成为基隆塔的另一处 精彩的文化空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负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独立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奈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很请支持郑文婷 主要是一代公司 有家的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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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他哦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保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最有人气的啦 因为每个都有啦 每个都有人喜欢 就是他喜欢吃酸的呢 那还是说比较偏偏偏偏 那花生花生 他表现因为很豆豆香的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 小美琴献身基隆庙口 边走边逛 来到泡泡冰 当然不能放过 这是花生的 要不要尝看看 好 谢谢 谢谢 来到基隆 辅选地委候选人郑文婷 不忘到庙口品尝在地的知名小吃 顶边错 泡泡冰 和阴阳三明治 你坐第四代 我坐第三代 第三代都是坐第一代 我主顾是从很年轻的时候 在标普当移工 我主顾是第一个在标普做生意 肖美琴难得现身在基隆庙口 在老板盛情的要求下 在招牌上留下亲笔签名 看得出肖美琴人气超高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首签的金融立委候选人郑文婷 两人高举双手喊冻蒜 郑文婷市场后援会正式成立 肖美琴亲自助政拉台绅士 我相信他未来的地方 他也是继续告到市長 在最关心的这些工作 当然基隆的交通也很重要 所以由于菜市应到现在的文婷 也很关心未来 我们交通四方八达 不管是从国际进来的邮轮也好 或者是大台北都会区的年轻 要消费要观光 我们这边有最顶级的渔港 渔港也是很多的美食料理 那我们也有面向海洋的游艇的母港 那我们有新的都会的面貌 我们需要便利的交通 把客人带进来 我想这些都是文婷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的地方 全台第一个市场后援会成立 肖美琴专程来授旗 包括立委蔡市应 议长同志委 几党集议员都到场 就是要力挺郑文婷送进国会 我们这些市场的市场 好朋友都知道过去这几年里 有这些市场的改建 包括我们看到的成功市场 仁爱市场或者果菜市场等等 我给你補过一下 里面的很多改善的经费跟预算 都是中央補助的嘛 都是适应在做礼物的时候 跟中央合作透过经济部来补助地方的 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的肖副总统 在进入中央之后 会继续来替我们基隆的市场好朋友 争取基隆市场的改建 这样好吗 好 这个句话也是要说给我们的肖副总统听 未来继续来支持我们的地方 因为对于基隆市来讲 它并不是直辖市 所以对我们来讲 您市场的改建 都需要重用的机器 现在我们召议完之后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收起来 探紧的工作把它收起来 我们就是要专心专业 专制来服务我们的选民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这五年来 文庭没有任何的兼职 也没有富裕 就是专心专制 专业在服务我们的选民 现在文庭要把这种服务的进行 大来去理会 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动 我们是全街人市 日数以来 第一次 有市场 全市组合成的后援会 我在这里深深的感谢大家 我也是市场大型的女儿 人爱市场在哪里 人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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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 对总统副总统 对我们立委的支持 今天大家来参谋到 我非常感动 在过去到现在 我们基隆 开发的比较早 所以我们各大市场 都面临改建 整修 整理的一个问题 我们未来 总统当选 立委当选 一定会帮我们各大市场 争取相关的预算 现在我们果菜市场 我们乌顶都要做了 人爱市场 也要做 我们乌顶的修缩 成功市场 也要修理冷气 拜托大家 继续跟我们支持 这样好不好 好 把总统送去总统府 这样好不好 好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副总统候选人 萧美琴 来到基隆 喊话总统胜选 也要力拼 国会过半 记者 黄绍铭就报道 文体文体文体 充满香气的奶油 马铃薯泥 变成圣诞树 搭配独特的粉红酱汁 这一道薑饼人拆礼物 给人视觉上满满的享受 一样给人温暖感受的 还有这沙拉 花心思摆盘 更讲究蔬果新鲜度 蔬菜也是从市场 每日采购 餐点上的特色就是 我们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主餐也充满浓浓的过节气氛 还特别加码 这是圣诞节才特别推出的 巨大的肥猪虾 它吃起来的口感就很像 龙虾 很鲜甜 蒜辣海鲜面 它的酱汁很特别 因为我们是用 蔬菜跟虾头去熬煮出来 我觉得它们最好吃的是 那个蒜辣海鲜面 但是因为我之前有点过 所以他就推荐我吃那个 泡菜台湾精 也超好吃 还有以蜂蜜为酱汁的蜜汁烤拌机 有着意识香味与蜂蜜甜味 口感层次丰富 它烤出来的脾味是蜂蜜的味道 最后的甜点更吸睛 超可爱的草莓雪人 与雪人咖啡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还有它的奶茶我非常的推荐 它们最好喝也是 前面他说的那个冰奶茶 就这杯 我已经喝到快没有了 它是我们的 用手草黑糖去炒出来的 很有层次的奶茶 每道料理讲究美味外 也讲究摆盘与创意 要给消费者满满的惊喜 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 意大利面跟炖饭 因为味道真的很特别 在外面吃不到 然后呢 还有它的松露薯条 就是会让我吃了 每次来都想点的 重新再出发的新品牌 以暖色系为主 很受顾客喜爱 这边环境很舒服 可以让我坐很久 然后他们也不会感人这样 就觉得这里可以一直来 环境还不错 环境然后就是很干净 打造这个环境啊 都是用软色去呈现 会让它觉得说 大家踏进来 慢慢会习惯这个颜色 很漂亮很开心 然后吃饭的 我们餐点也都很好吃 在基隆长大的绍亨 学成后回到基隆创业 如今重新打造新品牌 赋予美道料理满满的温暖 还有计划性的推出特色餐点 包括义式自助料理 会做一个像是义式buffet的 这种模式 那这种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包厂的人 会有义式buffet 会有很多元化的选择 那会跟电影的菜单 菜色都不一样 多元创新的好滋味 要给人满满的基隆温情 就像回到家一样 有习惯的幸福味道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是失识自核杆 seus飢 Seken 偷 Schule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η里 上午uição 我要 storearning 蛇 Num 首先 我发现冷气 它的太冷了 当상的绿网比较固定清洗 电视引擎洗衣机等等 电视用品没在佑 还陆加插嘢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正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低亮 哎哟 真厉害啊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仙力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味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或许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人气往路都能再开心局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太祖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02-2162-1239 02-2162-1239 都请买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陈珊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齐游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其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